本港第18名確診感染武漢肺炎的25歲男子 住在土瓜環碼頭圍道183號 他因為出現發燒、咳嗽、流鼻水和輻射 在上月29號到浸會醫院求診 星期一再前往同一間醫院求醫 在同一日被轉介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接受治療 他當時乘搭的士前往威爾斯親王醫院 其後確診,他報稱在潛伏期內並沒有外遊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 這宗個案列為本地感染 另外有兩宗確診個案同樣被列為本地感染 其中一宗個案的64歲女患者 住在九龍半山1號 在上月23號至30號期間 先後咳嗽和發燒,向私家醫生求診 直至上星期六呼吸困難 到伊麗莎白醫院求醫並入院 兩日後轉送到瑪嘉烈醫院,情況危態 他的兒子表示他在潛伏期內並沒有外遊 主要往返住所和他開設在佐敦行峰中心的店舖 另一宗個案的60歲男患者 住在南田康田院喻康國,有長期病患 他在上月22號發燒和肌肉痛 8日後出現呼吸困難 先後到聯合醫院和將軍澳醫院求診 入院前曾向4個私家醫生求醫 他報稱在潛伏期內沒有外遊 主要逗留在家裡 病人的家居接觸者包括妻子和女兒 都有出現病症,轉送到聯合醫院接受治療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 東網記者陳淑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